子宫脱锤怎么检查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洋华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妇科检查 我们说正常位置我们的宫颈是在座部级之上 那么子宫宫颈掉到座部级以下 阴到口之内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外面呢是看不着宫颈的 那么它就是一度脱锤 如果子宫颈达到外阴口处女膜的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它是一度重的脱锤 如果它宫颈有一部分已经脱出到 已经到口外了 那就是二度脱锤 那么部分宫颈和部分宫颈呢 脱出来呢就是二度重的脱锤 如果子宫全部脱出到阴到口外 那就是三度脱锤 那么三度脱锤往往有穷龙的脱锤 那么子宫脱锤检查呢 要到相应的医院呢 进行检查